根据考试成绩分配房子 没我 美丽 这次考试你考了多少分呀 菜菜老师 这还用问吗 当然是100分啊 不错呀美丽 不愧是我们班的学霸 来 阳村的独栋别墅是你的了 谢谢菜菜老师 绰绰 你考了多少分 菜菜老师 我有点不明白 为什么要根据成绩分配房子呀 学校新规定 我也善规矩办事 而且分数越高分配到的房子越好 绰绰 你考多少分 我考了70分 你这成绩有点差呀 只能分配到光头墙的小博物了 啊 菜菜老师 那不是还有海绵宝宝的笔记宝吗 考70分还想去海底世界啊 别作闷了 菜菜老师 我突然有点事 我等会再来啊 这学校又是什么破规定 我这10分拿出来肯定分不到房子 有了 我可以自己给自己高分 呵呵 菜老师 你怎么回来 菜老师 这是我的1000分视频 满分就100分 你怎么考到1000分的 什么 我没有听错吧 满分就100分 菜老师 你怎么考到1000分的 100分是给学爸爸 我这学生考个1000分送一支呀 学生 没想到我们大海还有这么厉害的学生啊 既然你考的这么好 那海绵宝宝的笔记宝就给你了 哎呀 谢谢菜菜老师 哈哈 十分都能领到海绵宝宝的笔记宝 如果是你们 你们希望分到什么样的房子呢 点击下方抖牙视频 关注一下呗 同学们 上课前老师先来抽查一下昨天的作业 别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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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胜 把你的作业拿出来 哈哈哈哈 辣条还有两包没吃 苦瓜汁还有一瓶没喝 火鸡面还剩这么多 大胜 你给我重新吃 哦 海德老师 我不喜欢吃苦味和辣味的作业 你给我布置点甜的 甜点蛋糕都可以 不行 甜的你次次都是满分 咱们和辣的每次都不及格 你现在就偏刻长大了怎么办 赶紧吃 哈哈哈哈 丑丑美丽 你又不想帮我把这些作业吃了吧 我真不爱吃 哈哈哈哈 我都不够吃 没问题 都是我爱的口味 丑丑美丽 你们两个居然帮别人吃作业 没错 辣条老师 辣条老师 辣条我们吧 辣条我们去一百分的作业 啊 辣条老师 你现在布置的作业是越来越少了 又不是不够吃 我们也不会帮大神吃 哎呀 我昨天才吃了三包火鸡面 四包辣条 这不是已经很多了吗 多吗 这些都不够我塞牙粪的呢 好好好 我马上上校园提前 多加几个费生产鸡 我看你没可以吃 这还差不多 多加几个费生产鸡 点击下方抖牙视频 观众一下呗 再来 再来 我们下期再见